花岗山文化可以说是较晚期确定的事前文化 能够提供研究的课题相当多 例如其中发现了大量玉石材料 可以进一步探讨有关玉器制作与传播的问题 今日花莲县考古文化馆再次进行了 美伦西北岸建筑基地内的文物抢救 为考古文化馆增加许多馆餐文物 花岗山文化约有3000至2000年的历史堆积文化 可以从铁器时代早期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上层 作为发掘的研究 在花岗山上层文化可以进一步讨论 有关玉器制作以及传播的问题 在109年就已经挖掘花岗山文化 今年又在美伦西北岸 明如营造有限公司之开发案件 经民众通报于普查遗址范围内 经文化局会同专家学者以及该公司进行线刊 确认该处为遗址的文化内涵后 经评估需要办理抢救以及发掘 上面那个颜色比较浅的是文化层 下面那个颜色比较深的是深土层 是没有东西的层位 现在就是没有东西的层位 那因为他们扰乱太严重 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发现说 当初他们买建筑的时候挖得坑坑巴巴的 考古学的那个史前文化的命名 我们的命名是以最早研究或是研究最透彻的一个遗址 然后来指成这个文化的一个现象和内涵 但所以说整个花岗山文化 我们最早研究的一个考古遗址 就是花岗山遗址 那所以说我们就用花岗山文化来命名就是花莲 就是距今差不多3800年一直到2000年之间 那在花莲地区生活的这群人 我们就指称他们为花岗山文化 视觉就是试验发掘 就是去看看当地的地层 就是说它的样态是什么 然后我们做视觉之后 我们发现说 当地仍然有保存了一些原堆基层 就是没有经过现代人类行为的扰动 那所以说我们又再进行一个抢救发掘 差不多是六成六的那个碳坑的抢救发掘 由于这个地点是新的考古文化城 同属于花岗山文化 依据碳14年代推算 花岗山遗址的年代至今约有2000至3500年 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出途的范围相当广 业者在或是民众他们要申请开发的时候 那他们会跟花莲县政府去申请建造的执照 那建造的执照呢 他会花莲县政府的建管科 他会会我们 花莲县文化局的文资科 那我们会去了解这个地号上面 这个开发地号上面呢 他是不是目前我们已知的考古遗址范围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就会去通知这个地主应该要按照文资法相关的规定去办理 那我们目前呢 针对加户型的开发 如果需要去做视觉的部分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的 我们已经有花莲县政府的一个考古遗址委托视觉的办法 那其中第三条有针对本县设计本县的居民 那是如果是加户型的开发的话 那可以委托我们花莲县政府 也是花莲县文化局呢 去做协助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去视觉 那所有视觉的费用呢 就是由文化局指引 明如营造有限公司也经评估以及讨论之后 与财团法人花莲县文化基金会签约 由考古博物馆考古队办理该地的抢救 发掘事宜 花莲县政府文化局指出 考古遗址的保存以及开发 需要文化局提供相关法令的咨询 以及辅导方案 并感谢明如营造能够理解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性 自费出资办理相关的抢救发掘 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也共同保存花莲县重要的文化资产 记者凌桀花莲县采访报道